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很久都没办法妆片了 今次为大家示范一个秋日原生闪眼妆 闪亮BLING BLING的妆容 不一定是很夸张的 其实亦可以很自然 而且可以令到人 有一种戀爱的感觉 那我们马上开始了 首先我们用蓝麦的primer打底 这个primer的质感非常滋润 塗了上面会感觉到立即有一个油滑皮肤的效果 即是摸上去的皮肤会柔软和很滑 记得我们颈部的位置也要塗上 这次在妆容方面我想追求一种圆身的感觉 粉底我就选了chanel的一个气垫粉底 比较透薄之余 又可以令我们的肌肤透出水润的光泽感 在黑眼圈、鼻翼和需要遮瑕的位置 点上遮瑕膏 慢慢人开 由于我们使用的粉底比较透薄 遮瑕的部分也要份外的仔细 查清楚需要遮瑕的位置 接着重复点上 慢慢人开 遮瑕就要记得千万不要急 可以慢慢的重复 薄薄的上多几次 效果才会看上去特别自然的 粉底之后 就会用loose powder来定装 今次我就选一个很大的碎粉掃 全面这样掃 当然包括我们的颈部 之后我会再用眼影掃 点上碎粉 在刚才用了concealer的部分 再多掃一层 因为我们想要一个透明感的肌肤 想一层很漂亮的碎粉也很重要的 定装之余也可带出眉肌的效果 然后就是shading的部分 沿着塞高的位置 塞一层 拳骨最高的位置 再塞多一层 看上去就有一个小眼的效果 眉毛的部分 都是我们今次这个妆其中一个重点 因为想画一个比较自然的圆身味 首先用眉笔填满眉毛的空隙 接着用眉笔的另一边 就是liquid的部分 就画出好像眉毛一条条的感觉 同时再用眉鼠 轻轻地掃开 这样眉毛看上去就会更丰盈 和自然一点 这次我选了眉笔填满眉毛 因为我想画野心的感觉 我本身的眉毛就比较短 而且也有点稀疏 所以我会重手一点 直接用眉笔来代替眉笔 塗的时候 都记得我们可以用的纸巾 印走一点本身的一个节目液 可以避免稀快的情况出现了 因为最近我的头发都比较黑 所以眉毛也可以画得黑一点 如果你的头发是啡色 记得我们选择一个啡色的眉笔 或者是真的眉笔 看上去的效果就可以比较自然一点 接着就是眼妆的部分 选择的这个眼影 不会是一眼看上去 你会看到很大粒 闪亮亮闪粉的眼影 而是塗上眼后 很Smooth 看上去好像很亮 之余 又有水润效果的一种 闪粉的眼影 很大范围 塗上整个眼窝 记得眼头去到眼尾 很均匀地塗一层 接着在我们的下眼 亦都塗上一层 就已经有放大眼的效果了 眼睫毛的部分 夹起眼睫毛 塗一层我最喜欢的打底 再塗上Mascara 这个部分就不会再详细讲技巧 因为每一次我的 tutorial 都会和大家做类似的步骤 而且之前我有一条影片 和大家说过眼睫毛的技巧 大家可以重温一下 眼线方面 只需要画一条黑色的内眼线就可以了 记得没有超过我们的眼尾 因为我们的眼尾会用眼影来打造 今次妆容的重点来了 是眼头V字位 塑上闪亮到高一度的眼影 打亮眼头 这个亦是2022春夏裁妆的趋势 为了避免眼睛看上去浮肿 我们用一个小的眼线掃 用啡色的眼影画起我们的眼尾 我们做出一个将我们的眼线 无限拉长的效果 强调眼部的轮廓 眼看上去自然就大了 今次我选了一个liquid的胭脂 首先把胭脂擠在手背上 再用手指轻轻点起苹果肌的位置 这个胭脂擦上面非常非常自然 好像自己透出来的一个粉嫩 所以很适合我们今次这个原生的感觉 好 唇膏方面我选了一个私勇的唇膏 用轻点的方式 印上唇膏 再用手指调整 最后我混合了两种不同颜色的碎粉 少许粉红色 少许粉红色 另外我们的人中 就是我们的上唇的中间 和我们下唇的中间 下巴的位置 也都可以塗少少highlight 令到整个妆容更加的立体 今次的秋日原生 闲眼妆就这样完成了 你们有喜欢吗 如果有什么其他想看的妆容 就记得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